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谈到整个大盘加減指数 你会发觉整个从这波的低档7600多点上来过程当中 我相信全市场我们是第一个领先市场独排综艺 当全市场所有的专家都还在喊空放空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跟头说讲 第一个 总统大选之后的两个月之内 台股上涨几率较出百分之百 而且必有一波千点左右的一个行情上来 第二个 我们在低档区在过年之前 全市场还在恐慌悲观的时候 我们就领先市场不论在节目当中 甚至在FB的股市群会里面所po着文章里面 都很清楚跟投资朋友讲得很清楚 这波职工连线8750点上下再说 而且第三个我们也是一直呼吁各位投资朋友 说这波就是强力的怎么样 所谓的嘎空行情 因为所有农券要在三四月这边 开始准备做个回补的动作 所以我说这一波是一个强力嘎空行情上来 我相信而且也在节目当中 我非常肯定跟投资这个嘎空行情 要做一波直接嘎到底 没有可能会有一个什么 明显的短期间的连续的重挫下去 让你空单有好的价位可以做个回补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觉虽然今天亚洲股市涨多了 会做震荡拉回 台股今天早盘有没有拉回 震荡拉回了八十几点之后 尾盘还是继续收高上来 仍然是撑在这边相对高档做个结算的动作 我想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详细的走势 不能在整个短线或者波段走势 我把时间留在整个今天晚上 在台北的这场活动里面 看清楚这是这个礼拜二 今天晚上看清楚 今天晚上在台北这活动就非常重要 我想谈到整个今天晚上这活动 第一个这个嘎空行情不等人 我讲过一波直接高到底 那这一波的资金行情 嘎空行情会涨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想了解投资朋友 不论你手上是多单的或空单的 或者你现在是空手 但是每天看到指数在这边震荡过程 那每天一堆股票在涨停板 一堆股票在大涨 写下整个近期的波段新高 你想跟上车的买第一档标股的投资朋友 我想今天晚上的在台北的这场活动 你千万千万不能错过 因为真的太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整个大盘加全指数 我在之前也跟投资朋友预告了 来到年线上下附近这边 一定会做剧烈震荡 所以你会发觉昨天 留比较长的下影线 今天盘中就马上做个急杀 尾盘又留长下影线搭上来 不是现在开始真的在年线上下附近 做剧烈震荡 但是我也讲过的 听清楚在剧烈震荡过程当中 如果针对股票超出的投资朋友 我讲在8500以上 你要精选个股做多 个股在求金不求多 因为在8500以上 我也必须很肯定的告诉投资 从现在开始 你买不到股票 我保证你赚指数赔价差 要买什么标的 我待会在节目当中 以及特别在今天晚上 在台北这场活动里面 我讲过的 三档 第一档法人默默吃货的三档 第一档的一个吃货股 三档法人第一档默默吃货股 这三档私房股 私房菜 我只保留给 今天晚上来台北 参加这场活动的投资朋友 我只保留给今天晚上 来台北参加活动的 所有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在这边也说 会员们也欢迎我们的家族成员们 今天晚上都可以来参与这个 在台北这场活动 不仅为我们这一波的一个大获全胜 把我们信杰老师我做见证 也让我们所有家族成员们 来参与这活动 让信杰老师我再告诉你 明天开始 要买什么股票 会直接不等人 直接再做喷出的动作 甚至针对整个大凡家群指数的部分 来我想我讲过的 年限这边指数会做震荡 听清楚 从这边开始指数 一定会在这边做剧烈震荡 年限上下一定会做剧烈震荡 但是震荡完 听清楚 震荡完 还有一波所谓的牵点行情 但是这波牵点行情 未来请你要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 做对方向做对动作 我这个牵点行情 未来这个牵点怎么涨法 怎么拉法 这个牵点行情怎么做 会赚到牵点行情 我这边 容许我稍微卖个关子 我会在详细的情景 会在今天晚上台北这场活动里面 跟投资会讲 注意 短线这边会在年限上下剧烈震荡 但是我讲过了 短期间空投不死心 行情绝对不会结束 空投不死心 行情不会结束 所以你会发觉 就算今天震荡过程当中 来 我们看到刚刚这边 三立财经来最新的跑马灯出来 今天外资在震荡过程当中 他并没有获利调节多单 反而今天继续加码台子期的多单 目前已经累积高达3万6千多口 将近3万7千口的台子期多单 那整个台子期下个礼拜 就要做结算的动作 你觉得 这边外资主力大户 大户会放过空单吗 我想应该很难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昨天 FB股市群会里面所提到的 包括有些高农卷章数 高卷支笔股票提防 这边会有短纲空的行情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3673的TBK成铜 这个我昨天在FB股市群会里面提到之后 你会发觉今天这档股票直接喷出大涨 因为它目前还有7千多张的农卷 在21号准备做强迫回补的动作 FB2498的宏达店 目前有高达1万8千张的空单 目前是因为农卷的日期还没有 强迫回补日期还没公布 或许短线会震荡 但是我相信宏达店应该最起码 都可以撑在百元上下附近这边 让所有农卷准备回补在整个波段相对高达 好 我讲过了 第一个大盘指数 我这边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 高空行情不等人 一波直接高到底 这一波会找到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卖讯 好 连线震荡完之后 我刚刚也讲的 会有一波 还有一波千点行情 这一波的千点行情 你要做对方向做对动作 好 再回来谈到个股的部分 我想这边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波整个市场上最火热的族群在哪边 就是我们之前领先市场 在第一档跟头这么讲的 叫做油价的以及原物料的怎么样 终极大反弹的一个什么 报复性的一个大反弹 所以你回过来 为什么当时在7600多点 你会发觉全市场都是一片悲观 在这边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看到油价崩跌 看到一些原物料的商品价格在崩跌 组织大家都跟你讲说 这些油价在跌下去 油国股组织要出事情 这些原物料股票再崩下去 什么新兴市场要大崩盘吗 结果我相信你会发觉 现在在很多原物料的人 就是之前在第一档看罪空的人 而我们却是 当全市场在第一档看罪空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档跟头之后讲什么 原物料跟油价 会有物极必反 匹极太来波 暴富性的终极大反弹行情 所以你会发觉回来看 来哥投资朋友 当时的油价 我以布兰特原油为例 当时是在26块美金下 你有兴趣去看一下 到昨天为止的油价收在多少 已经来到40块美金之上了 对 二十几块的原油价 现在已经来到40块美金 请问这波油价 有没有验证信解老师 我当时在抵挡告诉你的 五成 油价现在有没有谈到五成上来 你自己算嘛 二十几块如果谈到40块 有没有谈五成嘛 是不是已经谈了五成左右 所以当时 为什么我们帮个投资 掌握到的原石油 对不对 甚至除了我说油价 如果会大涨上来 那原物料的族群 这一波有机会跟着上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领先市场 在低档跟投资团谈什么 谈钢铁类股 你看现在全市场 谁不跟你谈钢铁股 谁不跟你谈航运股 但是这一波 除了油价 除了大盘的加权指数 原物料族群 谁在低档跟你推荐 我想你会发觉 拥有我们软体指标的好处 四块二附近 就出现低档的翻多买讯 经过一个整理之后 第二次在4.65这边 再出现多方买讯的时候 那我记得这档股票 除了当时我在低档跟你做分享 四块七 第二次出现买讯在4.65 你看我们的软体指标 在4.65出现买讯 我再多少 4.7跟你做一个分享动作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股票 我无条件跟你分享 直接碰出飙涨 这一波的中红 已经飙了80几%上去 你看这一波 钢铁类股的飙涨行情 我们领先市场 全部都在低档带你做布局的动作 事后你会发觉 现在所有爆招媒体 现在几乎所有专家 哪个不跟你谈原物料 哪个不跟你谈钢铁股 哪一个不跟你谈 航运类股 航运类股这一波最强的 不是我之前在跟你讲的 也是指标 你看我们指标 不是等到最近这几天 最近这一个礼拜 才出现翻多买讯 例如刚搞很多专家的软体 他那个都是落后我们太远了 我们的指标是在两个礼拜前 我们的中红是在两个月之前 对不对 我们的中红是在两个月之前 就出现翻多买讯 可是你会发觉 当两个月前 我们的指标 在出现翻多买讯的时候 哪有北京老师 又在看坑 又在放坑 等到最近他们的指标 才出现翻多买讯 你不敢插一大块 包含这一波的航运股 这一波上来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航也是一个多礼拜时间 8天相近三成的涨幅 台航也是这样子 8天15.9%的一个涨幅出现 我想这一波原物料族群 中航 中宏 我们就全部投资有掌握到 好 那整个中宏 跟这一波中宏 飙了快一倍 在整个中航飙了30% 上来的过程当中 我想这波原物料族群 我认为拉到这边 我也跟你讲 我们全部获利出清 我没有打算卖到最高点 但是有一天 你过阵子回头外看 我们还是出在整个波段相对高大 那我们获利出清之后 紧接着我们要买是怎么样 请问下一档的中宏在哪里 哪一档低价股 能够像中宏这一波 少折四五成多折翻倍的股票 未来这段时间 在连线上下剧烈震荡过程当中 谁能够像中宏少折五成多折翻倍股票 谁是属于下一档的中航 可以在短短一个多礼拜 标的三层上去 我想我都会在今天晚上 在台北这场活动里面 跟来参与活动投资朋友 做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享 好 那我们说除了这些的 航运股原物料股标出之外 我们之前是跟你无条件分享的 宜兰特快车的宜特 也是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以及我们之前 天天在节目当中跟你讲的 我说第一阶段先涨到这边的怎么样 来 第一阶段我们告诉你 我告诉你 先看季线上下附近的24块的 在24块上下附近的杠上开花 那你先回过来看 今天的路股剧烈震荡 今天的上阵二叉 附深二叉 盘中早盘击杀下来 我认为一点都不敢压抑 因为你会发觉我昨天 我们昨天已经跟投资者讲的 这已经逼建季线上下附近了 这已经摆明告诉你了 他短下干嘛 要做震荡了 那过去的这段时间上阵二叉 我相信各位同事 我们带我们家族成员 24块 去到现在29块了 我们带你赚了20几八上来 这波大涨20几八 海底捞 对不对 这档互深二叉 那准在多少 9块 9块钱带着大家买 而且这都是我们家族成员 重压的标的 对不对 那这波的海底捞 也从9块钱到昨天10.82 也涨了20%上来 对不对 也是一样 我说已经逼近季线上下反压 他短线本来就要做震荡 好 那我们说当整个 不论是在杠上开花或海底捞 这两档 两倍的 入股的一个什么ETF 都炸涨了20%左右之后 我们在过去这三四天以来 大概应该没有错 应该是讲了四天到四五天左右 也是我们从整个上个礼拜的下半周 当整个杠上开花 海底捞这两档标的 已经开始已经涨了十几二十%上去的时候 我们是跟同事讲 如果当时 你没有在第一档 跟我们买到上正二叉的 你没有跟我们在第一档 买到互设二叉的投资票 我说有新的标股 你一定要跟上来 这档股票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直接跟同事取名叫做什么 他们说这支股票 我很man 非常有男子气概 那为什么我当时跟同事 特别推荐这档股票 原因理由在哪边 我说最近你要了解 最近盘面上流行的股票在哪边 你要知道跟着趋势 跟着流行 跟着资金走 你才赚得到大钱 所以你看回过来这波资金在哪边 在文物料 所以你会发觉这波原物料的大涨 好那除了原物料之外 我们有没有再跟头这么讲 我说另外一个叫做高股息殖利率的题材 因为每一年 三月份这段时间 有一个族群很会涨 叫做高股息殖利率题材 因为每一年的三月份 开完董事会 就是要公布股利政策 那这些股票 你不用报太久 我说你不一定说 一定要跟他什么 死报活报 天长地久 海枯食烂 莫拉什么 除全息 我说他只要你认为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属于高股息殖利率题材股票 你在第一档买着等他 他只要消息出来 公布这高股息的一个什么 殖利率的政策出来 我说股价通常都会大涨 让你马上赚得到大钱 对不对 这是每一年都有这个机会赚到钱 好那我说这波高股息殖利率里面 我说落水三千 为什么我们只举一瓢饮 那我们家族成员 每个人重压 也让最近这几天 这档我很man 我是在前天还特别无条件的 跟各位投资友做分享 我相信那一天 你只要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的投资友 都知道我很man 是哪一支高股票 有没有man 那我很man 这支高股票 昨天 长有收莫拉吗 有没有拉回 让你有捡便宜的机会 我相信有 甚至昨天我很man拉回的时候 我还告诉你 回测十日均线 我还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再做加码 再做加码 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浮现 那这档股票 我当时看好的它的原因里 我想第一个 我说公司派成本就在这边 买了快三万张 这个你去看 政销所都有公告 买了快三万张 对不对 过去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筹码面 人家都站在买方 第二个股价不到30块 去年赚15块以上 前三季就赚15.63元了 我说如果赚十几块 股息殖利率不要多 配3块 过后殖利率10% 配6块殖利率20% 万一配9块以上呢 哇 那不得了耶 股息殖利率高达30%耶 所以我说今年的 所有上市贵公司的 股息殖利率而言 我说可能就是这支股票 我很man 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这档股票 非常莫属的 所以谈到这档股票 我相信真的 没有让我们家族成员失望 也没有让 前两天 只要有跟我们 线上符合联络的 我们无条件跟你分享 你有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的 利用昨天震荡压回 有落去买的投资朋友 今天很高兴的 我管你大盘指数 今天盘中回80几点 尾盘拉上来涨4点 大盘指数在年线这边 怎么震荡 买对股票 一样轻松开心大赚 这档股票叫做2316的蓝指电 对不对 去年前三季赚了15.63元 对不对 这个最近这几天随时可以公布 配股的一个配息政策 那我想了嘛 这个一定是高配息的题材 对不对 那我在28.5这边跟你推荐 你看前两天 这两天 昨天是不是有收回下来到十字线 这是一个绝佳买点 拉回之后 今天直接 开高走高 直接尾盘 锁上掌停板 股价创下最近这几年的新高 不是只是创下今年的新高 不要说几年新高 股价再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我们就一直跟投资本来讲 请问我们家族成员 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 我看得及吗 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在前两天 你有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上的 你有下去买 我很man的这档股票投资朋友 有贪到钱吗 该不该给这些 我们这些投资朋友 以及我们家族成员 来个掌声鼓励 当然要 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你说 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 你只是还在看节目 你只是还在验证投资朋友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从原油的大涨 从钢铁股中红的飙涨 从闪庄航运股的中红的飙涨 对不对 到最近的上证二叉 互设二叉 大家的股票 每档股票 大概都有20% 甚至到六七成八成的涨幅 对不对 哪一档股票 你看到我们跟你无条件分享的股票 请问股票之后 哪一档股没大气 当然都是大涨上去的 对不对 甚至回过来 今天涨停板的这边 目前十几% 我个人的看法 还没有正式公布之间 应该都还不会结束 而且要看到时候 要公布的是多少钱 那我们今天恭喜兰子店 今天直接 直接开高走高涨停板 再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在我们最近 这几天跟头之后分享的 兰子店涨停创新高之外 还有没有 我相信头之后最关心的 那老师 我明天可以买什么股票 明天要买什么股票 会直接让我飙涨喷出 来 我讲过了 三个 三档 把人第一档默默的吃货股 你有生计股的 详细的情形 我怕我节目时间没办法谈 你有生计股的投资朋友 也是一样 今天晚上 都是今天晚上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做的一个字卡 今天晚上在台北这场活动 你赶快来参加 有生计股你自己来找我 我再告诉你该怎么操作 那我现在最关心的 我相信也是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也是我们家族成员最关心的 现在这三个 法人第一档默默吃货股 是多少三个 来 下一档的中红 他很有可能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 就算不是下一档的中红直接飙八成一倍 最少也有机会像下一档的中红 三五成一个涨幅 这一档股票 我在进广告之前 我先稍微做个预告一下下 待会下半场再针对这一档 喜洋洋 让各位投资 真的在股票市场里面 怎么样 从这一波的新春开放盘 大盘指数直接 从八千点拉到现在八千七 从这一波新春开放盘 一档接着一档 跟着辛吉老师赚到现在 你当然是喜气洋洋 这不是灰太郎 这叫做喜洋洋 这一档股票 目前股价只有二十几 原先四十几 净值五十块的这一档股票 我觉得可能也是未来这边 下一档的中红 或者下一档的中红 这种可能少则三五成 多则可能又是一档八成到分倍的 底部起涨的标股 那包含喜洋洋 还有另外两档 标的我都会在今天晚上的 在台北这场活动里面 跟各位投资傲 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那如果你想参与 今天晚上在台北这场 活动的投资傲 请你现在现在 赶紧跟我们现场赋问 保持理论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就先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本周活动资讯 国际自由车环台公游大赛 3月6日尽速开跑 首站台北市 秦京新北市 桃源市南投县 及国家风景区 3月6日至10日 世界各国车队齐聚决战台湾 邀请大家 一起为中华国家队加油 这是一辆人生的转运列车 下一位到站的 是这个医学系学生 他很来画画 你如果没有画画 也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他知道 有个人会永远支持他 带你到值得努力的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书 本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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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下单的先行者 星光正全 三多羊奶粉 好消化 好吸收 是全家人 温和补品 限量特价 585元 三多羊奶粉 止痛观念 要改变 很多疼痛 是发炎所引起的 要止痛 先消炎 头痛 牙痛 生理痛 及早服用三十余攒 消炎止痛病 避免疼痛恶化 严重疼痛 吃两病 是安心的止痛药 请任名三十余攒 消炎止痛定 大家又很好奇 接下来还有什么指标股 可以选择呢 帮我们来找一下吧 我想这边我们都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你有没有跟着我们做到中红的投资朋友 钢铁股 这部原物料族群 来导播帮我带一下字卡 中红的投资朋友 以及我们在过去这将近三两三个礼拜 只跟你讲的互生二叉 还有杠商二叉 杠商二叉 杠商二叉这些标的 还有我们在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我很man 这一档人家大户公司派这边吃饭 你看人家成本就在这边 吃货吃了这么多 今天直接在这边之后吃完货直接喷出去 今天涨天板燃子店之外 来割头座这支股票是洋洋 这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趕快跟上来 今天晚上一定要来知道这次哪一支股票 这档股票 我坦白跟你讲 我今天盘中 已经带着我们家族成员做进场动作 那我们谈到这档是洋洋 第一个你看这个股价是在股价在低基期 所以你这边买股票 我是觉得说指数在零线上下这边会剧烈震荡 我讲过的你要买3D股 最近最会标的是3D的股票 哪3D 第一个低基期 第二个低股价 那低股价代表什么意思 几乎客投资朋友 你不论大资金小资金的人 你都可以买得起 你都可以赚得到大钱 所以你看我过去这段时间 都给你推的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块的标的 最后都是大涨上来 所以3D股就低股价低基期 还有低股价净值比 所以你现在回过来谈到这个喜洋洋 第一个它是低基期 这是在股价在底部区 而且这次才刚打完底部开始要冒出头 那过去这段时间 你来看这边导播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我们的软体指标 别人软体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我们做得到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在打底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这个动人 这个是大户在干嘛 大户在这边买超 好了大户在这边买超过程当中 你不觉得你在这边买 你的成本其实跟大户 有没有类似跟买篮子店一样 你的成本跟大户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那差不到10% 你的成本跟大户的成本是差不多 那重点是在哪边 第一个目前这档股票只有20几块 股票20几块 它每股净值是50以上 50几块净值 那等于如果股价万一涨到净值 那直接要翻一倍 我跟你講如果以它今天收盘价 股价直接涨到净值 股票直接先标一倍 直接标一倍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说不要标一倍来到净值 我们最起码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先骂大凡加群指数来到哪边 是不是来 大凡加群指数 现在是来到年限上下附近 那我们看过去之前 第一档趴在地板的原物料 钢铁股有没有来到年限之上 航运股 我跟你讲的中航台航 有没有来到年限之上 都上来了 那如果大凡加群指数 现在来到年限了 这一档股票 目前年限大概在40块上下附近 那未来大凡指数 在连线上下剧烈震盪的过程 之后 这一档喜洋洋 大户已经吃货到后端 你现在进场 跟大户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目前股价在20块 不要多 20几块去到40块 这样五成 我跟你讲 来这边打破这边放大 这边太重要了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潜在利润在哪边 对不对 如果从20块涨到年限 因为大凡指数到年限 所以现在很多股票会补涨 这样五成 万一不小心冲到禁止去一杯 所以这档喜洋洋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就有机会五成到一倍的涨幅 我认为最少五成上下可能跑不掉 所以我今天已经来不及等到今天晚上 台北活动通知你 我今天已经带走家族成员进场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这档之朋友 来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在台北这档活动 请你 不必一定要准时出席 好不好 谢谢 好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会持续的带你掌握整个大盘的趋势 以及个别股该如何选择 我们再会 ATA coordinat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